有些科学问题实在太棘手,难道连老练的专家都直摇头,于是大家干脆管他们叫,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不是夸张,而是确实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整整一百多年,几代数学家把能用的渣都用上了,写满黑板,跑进计算,却还是没捅开那层窗户纸,成果寥寥。 可就在最近几个月,人工智能出手了,干成了一件人类卡了百年的事,它推开了一扇新发现的大门,可能重写天气预报的算法,刷新飞机设计的思路,甚至改变我们理解宇宙物理的眼光。 别忘了,这背后那些关键的数学算式,几十年来都像卡在齿轮里的沙子,谁也撬不动一直处在大停摆的状态。 很多顶尖数学家都上阵攻克过这些方程,结果都折戟沉沙,他们名声大得很,还是千禧年七大难题里的成员之一。 规矩很简单,谁要是解决其中一道,就能拿走一百万美元奖金,设置这么高的奖励。 就是因为他难道几乎没人敢说有把握。 而现在,迪特曼尔的人工智能杀了个回马枪,做成了此前人类团队都没肯吓的那一口硬骨头。 他不只是算得快,更厉害的是能看出全新的解法套路,给出前所未见的解。 而后经由人类数学家竹条河队证明确实成立。 要弄明白这件事有多离谱,咱先别往前冲。 退一步从问题本身的根子讲起。 整件事的核心,就是那套鼎鼎大名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组。 这套方程专门描写流体怎么动,怎么涌。 无论是空气,水,还是各种气体。 它们的速度,压力,旋转,全在里面有交代。 你看过蜡烛烟柱打卷上升,或者坐飞机时遇到的颠簸吗? 那背后就是纳维斯托克斯,在现实里的现场表演。 从数学上说,它们是偏微分方程。 结构复杂到令人头大。 想求精确解,难度堪比登天。 真正令人抓狂的,是里头冒出来的一类怪现象,叫起点。 有时也称爆炸,听名字就知道不好对付。 一旦出现起点,速度,压力这些量在公式里会,像失控一样标到无穷大,数学上直接炸盘。 当然,现实世界不会真有无限压力。 但这种数学告警灯能告诉科学家,模型的边界在哪儿,哪一刻开始不靠谱了? 究竟三维乃维斯托克斯里? 会不会出现这种起点,怎么严格证明? 一直缠了学界一百五十多年,没人能给出铁证。 这不是书斋里的谜题,怕牵动天气预报的,准确度,飞机和船的设计安全,甚至连天体物理上的大尺度运动都离不开它。 要是流体模型更贴近真实,就可能做出更省油的机翼,跑出更稳妥的气候模拟,还能多看清行星怎么一步步形成。 所以说,堵住很高,影响面很广,赢了是巨大跃迁,输了就会在错误结论里兜圈子。 这回,Deep Mind走了一条不走寻常路的新镜子,思路完全换挡,不再只是猛堆算力做暴力模拟。 而是寄出图神经网络,再结合一类叫物理信息神经网络PINNPIN的模型,直接跟方程本体较劲,和靠大数据未养的普通网络不同。 PINN是把物理方程当成老师,让模型在方程约束理学本事,模型的每次输出都要对照物理定律验金量,把残差,也就是预测与方程要求的差距。 一毫米一毫米的抠小,直到逼近真解,最后跑出来的结果相当颇圈。 属于能写尽方法论教科书那种开创性工作,机器学习居然挖出了一整族。 此前没人记录过的起点类型,相当于在地图库上补上了成片的空白。 随后,纽约大学、布朗、斯坦福等校的数学家,进场复合,把推到一条条敲顶,确认这不是算力幻觉或编程花招,而是扎实可信的数学成果。 简明点说,这不是AI看花了眼,而是能经手推敲可复现可验证的真发现。 更迷人的是,AI不止找到结果,还从爆炸现象里提拎出潜在的规律,把看似乱糟糟的现象理出条理。 比如说,流体出现爆炸时,用一个叫Lambda的参数,来刻画爆炸发生的快慢,相当于给失控速度两个标尺。 DeepMind的系统发现,把Lambda和不稳定度的结束,也就是解拼离爆炸的独特路径有几种。 画成图,竟会浮现出异常清晰的规律曲线,越不稳定越显性。 更妙的是,这种规律不止在纳维斯托克斯里见到,在不可通约多孔戒指方程,不信涅斯克方程里,也同样冒头,说明它不是孤立。 这类稳定出现的纹理背书着一个大胆推断,还有更多类型的起点藏在暗处,等着被系统的搜出来。 从这开始,剧情正是加速,精彩的地方还在后头。 AI找到的这些起点,大多是不稳定性的。 稍微动一下条件,它们就可能不复存在。 所谓稳定,就是你把初始条件轻轻一拨,它仍会按原样出现,不稳定则是一碰就散。 稳定起点,好比耐摔的瓷器。 换个台面也不易列,具有工程上更可依赖的鲁棒性。 哪怕你把数字参数往左挪一格,它依然会按部就班地形成。 可不稳定起点则像在刀尖上跳舞,得把条件调到极其苛刻的精度,差一点就失手。 长期以来,数学圈里就有猜测。 在无边界的三维欧拉和纳维斯托克斯体系里,也许根本不存在真正稳定的起点。 所以,这一回能锁定不稳定起点特别关键。 它恰好与这条老猜想对上了口径。 虽说它们脆弱,但正因为脆,才能暴露出方程结构的骨架与暗线。 解开更深的真相。 这次做到的精度让人扎舌,已经远超一般数值模拟的保守区。 用个通俗比方,如果把计算误差放到量地球直径的尺度上看,差距只有几厘米那么点,几乎贴着极限跑。 这正是它们想要的级别,逼近机器能表示的精度边界。 为此它们上了二阶优化器等硬核武器,在训练细节上层层打磨, 让网络把误差压到常人想不到的低位,几乎贴脸机器精度。 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捞到传统方法看不清,抓不住的。 那些细微解结构,把模糊影子变成清晰轮廓。 团队给出的可视化也很给力,帮人把抽象算式变成能看得懂的动态画面。 比方说,它们把窝量场画出来,直观展示每个位置流体旋转的有多猛, 哪里在打转,哪里在边际。 你能直观看到不稳定起点,是怎么萌呀,怎么长大, 还能切成一围抛面逐针对比。 观察不稳定度加大时,形态如何一步步跑偏。 这种力度的细节,以前几乎没法拿到,如今等于给研究者多了一台显微镜。 当然,这不是Deman单兵突进的胜利,而是多方合奏的结果。 他们联合多所顶尖院校的数学与地球物理团队,一起做验证, 接入现有理论框架。 所以外界把它当作真正的科学突破,而不是又一条AI炒作新闻。 之所以说历史性,就在于AI不再只是计算器, 而是像个研究搭档替数学家指路, 把人眼看不到的路径亮出来。 其中一位负责人,华人科学家王亚青·Yokin Wang, 也毫不遮掩地谈到这点,态度很笃定。 把数学直觉写进网络,再把精度拉满, 原本只是解题工具的PIN, 硬是被它们升级成了发现引擎。 这等于在改变数学证明的工作流。 起点都不一样了。 过去做数学,靠的是人脑推理, 加值比演算。 计算机顶多帮忙演算, 跑跑大规模数值。 而如今, AI直接加入探索环节。 我们正式迈入, 计算机辅助发现于证明的新阶段。 系统先在巨大解空间里勘探, 把可疑的豪杰标出来, 再交给人类专家细审, 给出严格证明。 形成闭环, 它的外溢效应不会止步于数学圈, 会一路蔓延到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多个赛道。 气象方面, 风暴路径, 强度预估都有望更准, 极端天气的提前量也能更稳。 航空上, 它为意志湍流, 优化机翼与发动机配型, 提供新思路, 从而真金白银地省油降号。 天体物理理, 黑洞吸机盘的流动, 星际皆知的稳动演化, 都可能因此得到更可信的建模。 更重要的是, 这标志着AI正在下潜到基础科学深水区, 开始动摇那些卡了几百年的难关, 也在扩张我们研究能抵达的边界。 没错, 这类突破让人热血沸腾, 同时也会带来一丝不安。 毕竟力量越大, 问号也越多。 当AI能啃下不可解的骨头, 它一方面展示了潜力,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 依赖数据与设定的脆弱处。 科技圈里, 包括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维塔利克·布特林在内的, 一些人已开始讨论, 怎样给AI的发展装上安全护栏, 避免跑偏, 让人担心的是, 这股能打开科学前沿的力量, 也可能沿着意想不到的路径加速扩张, 超出人类可控的范围。 话说回来, 眼下最值得关注的是, AI刚刚在流体力学的百年谜团上功成拔债, 而且常国已经被数学证明做事, 那些被贴上不可能的难题, 正慢慢变成机器学习模型的练功房, 能进去摸索, 能出来拿货, 这不是夸大其词, 很多从业者都能感到, 一个新阶段的门正在向我们敞开。 要是你也被这事点燃了, 不妨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顺手点个赞, 点一下订阅, 我们会持续带来这类硬核又好懂的内容。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带你继续追踪科学前沿的新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